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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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 在台灣 動員開亂時期 畫下了句點 萬年的國會 也走到了終點 在世界上 我們看到了 蘇聯的解體 葛巴契夫也下台了 在冷戰結束以後 我們似乎 正在迎接一個新的年代 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 使得一位美國重要的學者 Francis Fukuyama 他在他著名的著作當中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聲稱 人類的歷史 已經走到了盡頭 自由民主的制度 已經獲得了勝利 與此同時 1991年 台灣教育部 The Internet 也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接連上了 台灣正式 成為網進網路的一員 從此開始了 資訊的發達 以及爆炸 台灣也真正成為一個 半導體的王國 1991年為什麼重要 那一年 是我入大學就讀的那一年 但是這不是重點 在1984年 所出生的人 從1991年開始 邁入了 小學的教育時代 從1984年 到接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每年的新生兒出生人口數 已經降到35萬以下 每年的出生率 也降到1.5%以下 在這個20世紀 最後的這一個世代 我說的是 從1980年代初期 一直到20世紀 21世紀初期 所出生的世代 有一些學者 把它稱之為戰後因和朝 X世代以後的Y世代 有一些人認為 是所謂的Internet的N世代 也有一些人 把他們稱之為千禧世代 在這個世代當中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世代 的年輕人 他們生長於一個 小家庭 一個出生率下降了以後的小家庭 他們的父母 沿著既有的規則 不斷努力的工作 向上爬 為這些年輕人 提供了相當好的環境 不管是受教育的普及 還是教育的品質 比上一個世代 大幅成長了 進步了非常的多 我們也看到 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他們沉寂著 在前一個階段 前人努力經濟成長的果實之後 他們除了 享有更好的生長環境 他們從出生開始 也呼吸到了自由民主的空氣 網際網路的發達 更使得他們 對於資訊的接近 對於娛樂的取得 比上一個世代的人 幸福幸福太多了 這一切 讓我們似乎 都看到了希望 找到了值得欣喜的理由 但是 他們所面臨的現實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當他們開始 步入了社會 成為社會的新鮮人之後 他們所面臨的 是高房價 一個他們 可能努力一輩子 都沒有辦法 承擔的一個 生活休息的殼 在台北市 房價薪資所得比 已經來到了15.6 這些年輕人 要15年 不吃不喝 才有可能 在這個地方 找到一個窩 在這個同時 在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下 在新自由經濟主義的發展下 他們面臨了 卻是低所得 台灣 在跟中國 進一步經濟統和的過程當中 生產要素的均價 也就是勞力 不斷的下降 這些年輕人 開始發現了 他們所迎接的 不是希望 而是失望 同時 他們從小到大 是為理所當然 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 也在他們成長的生活經驗當中 遭受到了劇烈的衝擊 他們看到了 這個政府 如何配合著財團 再進行圈地 透過不正義的程序 可以拆除 別人賴以為生 幾十年的家 都更的發展 農地的濫行徵收 讓他們看到了 在這個社會當中 存在了這麼多不公不義 的載制結構 在政治上面 沒有歷經白色恐怖 沒有歷經戒嚴時期的他們 也很難想像到 在台北的街頭 他們可能只是揮舞著 自己國家的國旗 卻會面對警察 暴力的毆打 2008年 整個台北街頭 我們看到了 很多的公民 在一個和平抗議的集會當中 頭破血流 面臨到了 國家集團性的暴力行為 他們很難想像 他們沒有辦法相信 這是他們成長的世代嗎 這是他們要去迎接的社會嗎 在這段期間當中 台灣的經濟 並不是沒有成長 從1980年代開始 到現在的2014年 台灣的GDP 年均的GDP 不斷地往上提升 但是 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 在邁入21世紀之前 我們卻看到了一個清楚的趨勢 那個清楚的趨勢是 經濟的成長 跟個人薪資的所得 開始出現了嚴重的脫鉤 所得的上升 比不上物價上漲的趨勢 這些年輕人 畢了業 踏入了社會以後 開始面臨了沉重的社會壓力 在這個結構下面 我們看到的 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代 反而是一個困頓的世代 一個迷惑的世代 一個不知道如何 才能夠掙脫 在全球化 資本主義的架構下面 四處流動 跨國的資本 而當這些資本 進入了台灣 進入了其他國家的市場之後 他發現了 這些財富 創造了新的一批 的權貴階級出來 透過國家的權利 取得很多特許行業 從金融 到電信 到電子媒體 而這些新的權貴集團 新的權貴階級 它所帶來的 在政治面上面的影響 是讓我們看到了 所謂金權政治的復辟 我們今天 所面臨的民主政治 已經不是one person one vote的時代了 我們所面對的 是one dollar one vote的年代 在這個載字的結構下面 我們面臨了 沒有辦法想像的 在形式上面是民主 在實質上面卻是獨裁 的一個政府治理的結構 面對這樣的困局 我們新的世代 到底應該如何的選擇 到底應該如何的前進 我們到底應該成為一個 精於計算 的利己主義者 循著既有 現存的遊戲規則 不斷的往上爬 還是我們應該追求一個 共善的公民主義 透過集體的力量 打造一個 新的政經體制 有很多朋友或許會認為 這是一場保守物詞 跟浪漫理想 兩者之間的對立 但是我要說的是 這不是這兩種價值的對立 而是 當你以為 你透過保守物詞 循著既有的遊戲規則 慢慢往上爬的時候 你將會發現 你所做的每一切的事情 都是在繼續的鞏固 繼續的強化 這個本來就已經陷入 不公不義的體制 在這個規則當中 努力冒出頭來的一些人 當他們取得了權利 當他們可以支配這個社會的時候 各位可以很容易的想像 這樣子的統治者 這樣子的領導人 他會用什麼樣的心態 會用什麼樣的政策 繼續引導這個社會前進 他不僅不會打破這個不公義的現象 他只會進一步強化 進一步鞏固 這個他已經熟悉的 他已經知道如何玩弄的遊戲規則 如果說 我們透過集體的力量 來去追求一個新的政經體制 我們或許 我們或許 可以看到希望 我們或許 可以出現一個 不一樣的社會 不一樣的環境 在過去 的這段期間當中 我們看到了 這種共善的公民主義 這種公民集體的行動 是有可能造成改變的 當所有的人 都不認為 少數的幾個學者 一些學生 有辦法阻止 在台灣已經有相當高 政治影響力的媒體集團 去進一步併購 台灣的有線電視市場的時候 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運動 把這件事情給擋了下來 當所有的人 都認為 在軍中 這些不合理的制度 許多 服役的年輕人 在軍中遭受到不公平 不合理的對待 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葬送了靈魂 1985 通過25萬人在凱道上面的集結 他們不僅追求了公益 也打造了台灣嶄新的軍事審判制度 當我們的政府 不願意傾聽人民的聲音 不願意遵守民主審議的原則 通過30秒的時間 片面宣布了 一個從來在國會裡面 沒有被討論 沒有被實質審議的服貿協議 已經視為審查通過了 台灣的新世代 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的公民社會 衝入了立法院 通過最具體的行動 告訴這個政府 這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民主體制 他們的勇氣 他們的行動 不僅暫時阻擋了 服務貿易協議 同時也開啟了 從2008年以來 我們的政府 一直不願意建立的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 法制化的工作 在最近 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朋友 都非常關注 目前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香港所面臨的環境 所面臨的挑戰 比台灣更困難 比台灣更艱困 但是我們看到 香港的學生 香港的新世代 他們沒有放棄 他們也沒有選擇逃走 他們知道 香港是他們的家 他們未來 他們的子孫 都要繼續的 在這塊土地上面 去追求他們希望 過得生活 我不知道 在最後的結果上面 從行事的目標來講 香港的朋友 會不會成功 但是我相信 透過他們具體的行動 透過他們公民抗命的呐喊 香港的社會 從這場運動以後 已經變成不一樣 韋伯曾經說過 如果我們沒有勇氣 去追求 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連有可能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達成 他也曾經說過 一個好的領導人 他必須要有熱情 要有責任感 要有判斷力 但是 對於我而言 不管是理想 責任感 還是判斷力 都是我們這一代 新生代的朋友 必須要具備的特質 擁有這樣子的特質 我們才能夠 有勇氣 有智慧的 面對新的挑戰 這些核心的基本價值 我相信對於在座 許多朋友來講 都不陌生 我們在追求 這些共善的價值 希望可以像一個人 有尊嚴的 在這個社會上 追求自己理想的時候 我邀請大家 在前進的同時 要記得 下一代的人 正在看你的背影 你前進的步伐 會帶給他們信心 會帶給他們勇氣 讓他們面臨下一個階段 可能是更嚴峻的挑戰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